restrictions your focus 好,那... 那各位好 耶!我這一段要講那個正規表達式 那... 我為想要分享這個主題的原因 其實正規表達式 我自己當初在學的時候 是覺得,他學習難度有點高 然後說真的阿 會的人就是會啦 不會的人可能 verlier 你可能還要在摸索一段日子以後 你才會真的學會它 然後是希望分享一些資源 讓想學的人或者是還沒有聽過的人 有辦法說知道它是在幹嘛的 然後能夠比較容易入手這個東西 好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份 沒有用正規表示法的程式 這是我自己試練習的程式 那我大概說一下 就是我以前高中在練ACM的時候 我們老師有做一個排行系統 然後我自己也想跟著做一份 當做練習 就是我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我就想說 既然都學PHP 然後就來練練看 能不能寫出一個排行系統 因為它需要爬蟲 爬蟲要爬網頁 要抓資料 這樣 然後就這樣 這是我後來寫的 如果這個已經不walk了 所以就跳過 這一段就是 我主要要抓的那個東西 就是你看上面 那個共通過AC那個 我要抓那個超連結 裡面那個265這個數字 就代表說ACGT 然後我底下用Ccode 很醜啊 就用Ccode在抓 就抓這個Ccode 我是覺得 就是你寫一支 那麼多行的程式就只為了抓一個數字 這樣真的超級沒有效率的 所以 我之前也不知道啊 就是我就想說 天啊 就是只能這樣寫嘛 啊後來我學到正規表達式之後就覺得 以前自己像白癡一樣 就學正規表達式之後 你就是你在處理一些文字處理上面 你會很方便 像正規表達式它就是一個那個什麼 處理文字的一個神器 好 那麼 這張圖是我在網路上找的 它是說如果你要當一個好好師的話 就要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然後它上面是穿一件衣服啦 我沒有這種衣服 所以我就找幾個網站 然後給大家知道正規表達式到底能夠用在什麼地方 好那那第一個應該很多人已經知道 那就是還沒有接觸NIERS的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你在NIERS隨處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正規表達式 然後像VIMG,REP之類的 那右邊那張圖是隨便從鳥哥抓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Google Analytics 這個東西可能比較少人知道 這是我在公讀的時候 接觸到一些圖書館資訊學的那些domain knowledge的時候才發現的 就是 他們很需要看報表 啊Google Analytics的報表其實可以用正規表達式來下 啊很多人 應該說是很少人知道 我也是翻文件才知道 然後這個是剛剛有一個 欸剛剛有講過 但是這個我也沒有玩過 它是用來寫Compiler的東西 啊這個有點難啦 所以我也沒去玩 啊再來一些比較進階的一些編輯器也都有 像SublineTest的NoPay++ 啊這兩個是我常用的 所以剩下的就自己補全啦 好那我這裡 因為時間只有10分鐘啦 所以我就想說就列一些比較常用的資料驗證 因為我在寫PHP的時候 通常註冊會員表單 就是會員在註冊的時候都會檢查一些資料 然後這是我稍微列一些範例 欸就不是正確解答 如果要參考可以參考 然後我是用PCRE規範 PCRE規範就是像PHP 然後還有有一點點的JavaScript 因為JavaScript不是完整的 然後R跟Python應該也都是一樣的 好那上面那個網址是DebugGIS的網址 那其實就是那張圖啦 因為 就那個網站裡面還有一些更多功能 然後我抓這張圖只是 要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是用來驗證手機的 像手機是09開頭 就像這樣那張圖 那裡有一張圖上面寫說 這裡是09開頭 然後兩個數字再一個減號 就是有可能有減號 然後再來數字三次 然後再減號 數字三次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判斷一個手機號碼 好那底下我就跳過 因為底下就 底下就有學過人就會啦 沒學過人就 以後就抓我投影片去看一下 這個就是驗證西元日期 這驗證西元日期這個 就寫的稍微複雜一點點 然後再來 這是電子郵件的部分 這個電子郵件的部分 其實它沒有遵照RFC的那個規範 這只是簡單驗證啦 再來就是我們台灣的身份證驗證 這個驗證 基本上就是檢查前面的英文數字 前面有一個英文 然後後面有九個數字這樣 你如果要更進階的驗證的話 你要去用那個 算驗證檢查碼 或者是去那個 內證助護證師要去判斷它 那個方法用爬蟲做到 好那個 再來網址驗證這一段 網址驗證這一段就主要是 拿來抓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網址有時候 我們想要把它的 Domain跟那個 跟 Pass 還有它的 Query 全部抓出來 那這一段是可以用來抓那一段東西的 那這個也是參考啦 因為這個中文不能用 所以還是參考而已啦 如果你要用你自己的系統 你可能要再參照你自己的系統 再稍微做修改這樣 好那這個密碼驗證的範例 我也是隨便給的 就是我這個密碼驗證的範例就是 我至少是六位數以上 然後我要有一個大寫字母 一個小寫字母 一個數字跟一個符號 就是我可以用這段正規表達式 就可以驗證 我是不是合法的密碼 這樣的話你就省掉用程式碼 自己慢慢去判斷 好那我接下來介紹一些網路資源 這個 Debug.js 就是我剛剛給範例的那個網站 我覺得它最棒的功能就是 它有一個圖形化顯示 正規表示法的功能 其他就像其實測試 然後支援各種語言 然後它有 Unit Test 可以 Share 或者是儲存 再來它這個網站不支援 Reply 所以你如果要 Reply的話 要用下一個 下一個 REGXR這個東西 它很像剛剛那個一樣 可以即時設置 然後它有那個 Match跟Reply的模式 它有儲存和分享 然後它比較特別是 它有離線版本 它離線版本要去抓 Autobe Air下來就可以用了 跟在Windows上面 或Mac上面都有 好那我會列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當初想要找某個特定的 正規表示法要怎麼用的時候 我打符號下去 去Google都找不到任何東西 因為符號會被Google弄掉 那你如果要找這個東西的時候 建議你就去找出那個符號的英文名字 就例如說我要找那個 問號小魚等於這時候 我可以找那個 Regular Expression Question Mark Less Lane Equals 這個 這一段下去找就可以找到 好那 再來 正規表的是這個 維基百科的頁面 它裡面有很詳盡的那個 PCIe的規範 還有一些程式碼的Sample 這個就是維基碼 再來這個網站是 我想一想還是放上去啦 因為 它是全英文的網站 我覺得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 程式碼的部分 顏色標的很清楚 就是明顯有用過新的啦 那上面是英文的 所以你就是 英文要好一點再去看 好那 regs crossword這個東西 它比較特別就是 它是一個解謎遊戲的網站 它是用正規表示法來填格子 然後我覺得這個網站 很特別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 就是網通的正規表是 你沒有測之前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 你自己會不會 就是 正規表示到底懂不懂 然後它上面有一些解謎練習 可以讓你填填看 然後你可以測試看 你的程度到底哪有哪 好那 誒 好快喔 剩下兩分鐘 好抱歉 就是接下來我就想說 給大家 給大家一個題目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 Twitch Place Pockeman這個東西 這是 二月 二月 二月中的東西 就是 在Twitch上面 有人 寫一支BOT可以抓那個聊天室的指令 然後它只要抓到你聊天室的指令之後 就把你的指定書進行神奇寶貝紅版 然後就可以讓幾萬人同時玩那個神奇寶貝這樣 那神奇寶貝是我小時候的回憶啊 應該也是大家小時候的回憶吧 然後這個遊戲在16天就破關了 可以想見的嘛 那個Twitch的那個什麼 實況主 他是說他希望去 他希望來驗證一些 就是 驗證一些社會狀況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驗證出什麼 但是 大家都常說什麼 無限猴子定理這樣 就是會分兩派人 然後 一派是想玩一派是不想玩的 那個就是 這個這張圖就是 最神秘的時候 就是 抓住閃電鳥瞬間這樣 有沒有看到 上面英文是寫 Red Youth Master Ball 他已經抓到神奇寶貝 抓到那個閃電鳥 超強的啊 好 那 那這個 他有分一個民主模式 跟非民主模式 就是無政府模式 跟民主模式 然後 他在民主模式底下指令 是可以連鎖的 就是 像我底下寫的 還有left2到2 代表說 我可以 點兩次左鍵 跟點兩次下鍵 然後你可以試著 就是 已經 就是 你可以試試看 你用普 就是我們平常 就講 學校教導 學校教程式語言 要寫這個判斷式 要寫多少行程式碼 然後用正規表示法 寫這個判斷式 要寫多少行程式碼 你自己試試看 你就知道了 就是知道正規表示 到底有多好用 那 有人有問題嗎 那個 就是 剛剛那一題 大家可以趁這個時候 練習看看 有問題也可以問這樣